阿信一外捧紅這支筆 舞迷糾團購遭控吞錢 它就是利用 大家喜歡五月天的心 我就覺得根本就是 烏冰大片啊 讓資深舞迷C小姐 這麼氣氣氣氣氣 都是為了一支筆 不像牧村稻頭災 有筆超過五百名舞迷跟團 始終拿不到 我爸的筆 讓你一起去 就是我爸的筆 哼 裂北千 我爸的筆不重要 不過阿信的筆 大家搶著要 五月天主唱阿信 今年五月一號 問大家宵夜吃什麼 照片附上一支筆 引發舞迷搶購潮 在五月七號的時候 就是開放線上帝 就是開放那個Google表單可以填寫 它好像總共開了四團 這位彤彤在粉絲專業 號召團購 原價一百八只要一百五 獲得兩千多支 阿信的筆訂單 然而過了五個月筆還拿不到 大家才發現 彤彤似乎把收到的款項 拿去買大量五月天香港 延長會門票 卻無法轉手賣出 才會出現 財務缺口 有舞迷去找筆商問個清楚 沒付尾款不能出貨喔 會傳Email說筆 現在要因為廠商說要改版 沒有辦法現在出貨 改版出國都是藉口 不過卻被憤怒舞迷拆穿 當天他其實是去那個Stareo的門市 參加 不過人家有簽名活動那些的 我覺得 那你是不是拿我們的錢去吃喝玩樂 然後還一直發文 而且這也不是單一個案 其他舞迷爆料 幾乎每一次團購都出狀況 湧入粉絲團標罵 彤彤9月終於面對現實 坦誠錯誤 和一再說謊 會祭出商品或退貨 不過還是止不住 舞迷怒火 對此彤彤沒有受訪 做出回應 非相信音樂官方公佈或授權的活動 請消費者審慎評估參與 他跟我們就先在說謊 突發中心台北報導 政黨 台團 中國 收買不了蘋果 但你可以 屬於你的媒體 蘋果新聞館 蘋果新聞館 CF 50 50 50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